金凯瑞是全世界公认的喜剧之王 1994年他主演的《阿呆与阿瓜》 《神探飞机头》和《变相怪节》中 那种夸张的面部表情和扭曲奇怪的肢体动作 形成了他特有的搞笑风格 在很多人心中他早已是现代的喜剧大师了 1998年的《楚门的世界》是一个分水岭 在那以后金凯瑞派的电影 不再是纯粹逗人笑的小品式的喜剧电影 而更多的是探寻不同人群的内心世界 也许喜剧的内核就是人性 你好 欢迎来到惠心书斋 一本好书 一部好剧 带你品味人生 别忘了订阅我哦 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新的一年就要到了 在这快乐的假期中 我来说说喜剧之王金凯瑞的电影 记得我第一次看金凯瑞的电影 《阿呆与阿瓜》时 一边心里想 怎么会有这么蠢 这么可笑的人 一边嘎嘎地笑得像个傻子 虽然看这些喜剧时很开心 可看完似乎就忘记了 故事讲的到底是什么了 直到看到《楚门的世界》 当时我的心里就惊呼 天哪 这居然是金凯瑞演的 影片里的《楚门》没有表情夸张 举止疯癫 他是那么真诚的一个人 却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 他的人生是被编排 被操控的 是被成千上万的人观看的真人秀 这太可怕了 这就是柏拉图的洞穴预言的翻版 所以当《楚门》想尽一切办法 不顾生命安危地走到这个虚假世界的边缘 向观众谢幕时 所有的观众都为他获得了自由 迈向真实的世界而开心 真实世界中的金凯瑞 跟《楚门》是不是有些相似呢 在目前戴着面具 扮演着让他人开心的角色 而隐藏自己内心真实的孤独和绝望 想想 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还是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呢 金凯瑞在《楚门的世界》之后 每一部电影都展现的是 不同类型的人物的不同命运 这些电影从不同程度 不同角度 不同层次 展现对人性的探讨 好莱坞表现多重人格的电影 大部分都是惊悚片 犯罪片 只有金凯瑞在2000年主演的 《一个头两个大》 是用喜剧的手法 去表现一个多重人格的警察的爱情故事 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 多重人格的人可能会是胆小怕事 和胆大妄为急于一身的人 但是他们并不一定都是变态的罪犯 他们也有振爱 这部电影大概是金凯瑞最污的影片了 里面脏话连篇 黄色笑话张嘴就来 金凯瑞在表演两个人格之间的转换时 实在是太自如了 一个眼神 一个表情的变化就完成了 2004年 金凯瑞在《60分钟》这个采访节目中 承认自己患上了抑郁症 但是在同年 他主演了一部很治愈 很温暖的电影 《暖暖内寒光》 也被翻译成 《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 这个电影的英文名 原本是一位英国诗人的诗句 形容最纯洁的人会忘记世人 也被世人忘记 心灵纯净 阳光常驻 影片中个性迥异的男主角 约尔和女主角克莱门丁 结缘于一次美丽的邂逅 但是相处时间久了 难免彼此伤害 为了忘却曾经的伤心 约尔去忘情诊所 删除关于克莱门丁所有的记忆 但是在删除的过程中 约尔重温那段感情的很多美好的瞬间 又舍不得删除那些记忆了 回忆是具有两面性的 没有人能真正将它割裂开来 进行选择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不都是由过去的一段段回忆组成的吗 删除了过去的回忆 难道不是对我们自己的否认吗 删除了过去的记忆 我们的人生还完整吗 我们拥有的东西往往不够完美 一旦失去又觉得非常珍贵 所以生活的美好瞬间稍纵即逝 一定要把握当下 珍惜现在拥有的每一秒钟 《暖暖内寒光》这部电影 采用的是后现代主义风格 它打破了时间的界限 场景和空间不断地跳转 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看没看懂 哪一次是月儿和女主角最初的相识呢 它们之间分分合合了几次呢 一个人的记忆有多重要呢 这要说到2001年 金凯瑞主演的爱情喜剧片 电影《人生》 一个年轻的编剧Peter 在一个陌生的小镇失去了记忆 Peter在法庭上的那段为了真相和自由的勇敢陈词 简直就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在那一刻 Peter升华了自我 实现了身份的完美之患 从而收获了新的人生和一段浪漫的爱情 上一期说到的电影《圣诞送歌》是2009年金凯瑞和迪斯尼公司首次合作的作品 同年他拍摄了另一部电影《我爱你摩利斯》 电影制片人是旅客贝松 金凯瑞和万人迷伊万·麦克格雷格扮演了两名同性恋患者 金凯瑞扮演的拉塞尔为了和他爱的摩利斯在一起 不顾一切的四次从不同的坚毅越狱 甚至通过绝食和伪造艾滋病病例 并且设法让医院认定他已死亡 最终见到了摩利斯 而他为了和摩利斯过上豪车豪宅的奢华生活 挪用公款诈骗 最终被判终身监禁 拉塞尔为了摩利斯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他对摩利斯的爱真的是奋不顾身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的 虽然是一部同性恋电影 但是影片拍摄的轻松 甜蜜 感人 让人不尽感慨 爱真的是可以跨越性别的 而金凯瑞对电影的热爱和作为演员的敬业 也在这部电影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拍摄拉塞尔垂死前瘦得皮包骨头的样子 金凯瑞进行了非常极端的减肥 甚至在开拍那些镜头前几天完全停止进食 金凯瑞一直在努力突破自己 丢掉身上的喜剧标签 尝试不同题材的电影 体验不同的人生故事 2007年的恐怖悬疑片《灵数23》 和2016年的犯罪片《真实犯罪》 看的时候都不敢相信是金凯瑞演的 而2003年 金凯瑞回归喜剧片的《冒牌天神》 更是风神之作 看金凯瑞的电影越多 就越觉得他是一个难得的好演员 金凯瑞凭借《楚门的世界》 和《月亮上的男人》的出色表演 两次获得了美国电影金球奖影帝 他的几乎所有的电影 都获得过各种电影奖项提名 却从来没有获得过奥斯卡的提名 这只能说是奥斯卡的损失 金凯瑞早已是观众心目中的无冕之王 他的作品至今无人能超越 2022年60岁的金凯瑞表示 《刺猬索尼克2》 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 他说 我要退休了 我受够了 也演够了 我享受现在的平静 如果再也看不到金凯瑞 精彩绝伦的表演 那是多么遗憾的事啊 但是 他在多年饱受抑郁症痛苦的同时 一直努力带给我们欢乐 温馨和美好 在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之际 真心地祝愿他 在以后的岁月中 能真正享受心灵的平静 最后要对金凯瑞说 如果不再见你 祝你早安 午安 晚安 最后给大家发一个过年的小福利 可以去看看金凯瑞模仿 美国总统拜登的小片段 那首饰 那表情 唯妙唯笑 链接我放在说明里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别忘了订阅我 2022年就要结束了 看一部金凯瑞的电影 来迎接2023年的到来吧 你会选择看哪一部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Happy New Year 我们下期见